外出干活啦 沙雕一剪音 天天都开心 欢迎来到重庆生活第二集 那么今天我们要去找别样母 然后来租房子 很多小伙们想看我用重庆话 是不是这首次说我用重庆话 如果说我说的稍微快一点 如果听不懂的话 你就看字幕就行的 因为这是重庆生活嘛 我肯定要说在我们的房间上 就要是这一期的话 我一起多找着别样母 在这个别样母 这些好像都有别样母 我去看一点 这次租的房子比较大比较独特 是我看到别人的教训 然后我跟他那个教训 我自己精心一些改一遍 然后组出来一遍 目前的坎丽华实在招财了 好了 讲了这么重庆话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懂呢 估计很多粉丝们听的是云里雾里 如果不看字幕的话 因为这次这个房子做的非常的霸气 非常的好看 也非常的大 很多人就质疑 为什么娟娟平时说重庆话 和说普通话的声音 都有点不一样 因为重庆话它本来 就是一个变调的一个方言 所以说它的展现出来的语调 肯定是和我讲普通话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阿俊俊你为什么 你平时讲话的时候 和你直播视频讲话 感觉像不是同一个人 感觉是应变了呢 其实没有没有 这次重庆话它就是一个锁点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就是 白羊木改版过后 用它和金服砍也砍不完 真的是太难受了 上次已经吐槽这个砍书非常痛苦 没有想到遇到白羊木过后 发现就更难砍了 真的是救命 对了 今天是大猫子的生日 希望粉丝们都能在评论区 祝大猫生日快乐